關心今天氣象 依舊是非常地重要了 雖然凱米颱風 在今天凌晨4點20分的時候 從桃園新屋出海了 但是真正的重災區 真正影響警戒的地方 是中南部 因為今天好像雨會下得特別大 沒錯 因為中南部雨真的好大 很多地方食雨量都破100毫米 甚至在嘉義山區奮起湖 累積雨量已經超過了500毫米 所以光看數字就知道真的很驚人 而且提醒大家 其實現在雨可能才剛開始 這個雨還會持續加 而且風其實伴隨風雨這種感受 是滿可怕的 所以提醒中南部的觀眾朋友 現在放颱風加 真的就待在家裡不要出門了 今天就有一些觀眾朋友在問 本來想像中好像北台灣地區 會風強雨大 但是實際上它登陸之後 然後已經在今天出海了 好像風雨沒有想像中那麼強 對 確實我自己也有這個疑問 我早上也特別問了氣象鼠 但主要就是因為它進到台灣 地形就被破… 地形破壞了它整個結構 所以它原本昨天講強台 已經減弱為中台 所以對我們的影響 其實就沒有那麼大了 的確喔 不過這也是不幸中的大幸啦 因為我們有提前先警戒嘛 請北部的觀眾朋友要多加注意 還好目前對於北台灣來講 沒有太多的災情 不過我要問了 它中心出海之後 它好像還會在海面上重整 還會再變強嗎 沒錯 我們就想說 其實現在好像看不到颱風眼了 是 對 我們就想說會不會 因為到海面上可能又會吸飽了 一些水氣或者是熱度 它熱含量比較高 會導致它又變強 但它確實會再重整 但目前看起來其實不會再變強了 因為坦白說現在也是滿強的 因為現在還是中台的上限 所以還是要特別提醒 因為它現在雖然中心已經 離開了台灣本島 但金馬地區還是要注意 即便它不會再增強 但現在整個結構還是滿紮實的 那接下來把時間交給路路主播囉 透過現實運圖提醒大家 現在颱風其實還是在影響我們 其實全台灣還是要警戒 所以就來看了 它現在颱風眼 其實是比較模糊的 因為主要是它的颱風眼眼形被破壞 至於大家就想說 為什麼它現在好像沒有想像中那麼強 主要就是碰到了台灣陸地之後 它的結構地形被破壞 所以原本是強烈颱風 變成了中度颱風 它很提醒您 雖然它現在是中度颱風 但它還是滿強 結構還是很扎實 它的近中心最大風速 每秒是45公尺 七級風的平均暴風半徑 也有250公里 現在目前是往中國福建來前進 而且會經過金馬地區 目前金馬地區要特別警戒了 而接下來動態圖要提醒您 其實它主要就是因為地形交互作用的關係 昨天大家一直在關注它到底什麼時候要登陸 從哪裡登陸 主要就是因為地形交互作用 導致它是在原地打轉了很久 南北擺動 而且一度往南來偏移 一度想說會不會在花蓮登陸影響的範圍 恐怕會更廣 但昨天它就是這樣打轉了9個小時之後 最後在今天的零晨零點 才在宜蘭的南澳登陸 而經過了4個多小時 凌晨4點20分是在桃園新屋出海 但提醒您它出海之後 對我們的影響還是在的 目前是往金馬地區 中國福建的沿岸來前進 至於它到海面上結構還會重整 但預估是不會再更強了 但現在台灣的部分要特別注意 風雨一陣一陣的 但中南部其實因為環流加上新南風 旺盛的水氣影響 新竹以南其實雨都蠻大的 中南部山區跟嘉義以南平地 更要防大好雨 甚至這雨是已經追趕過 昨天的東部 所以提醒大家中南部的觀眾朋友 一定要特別注意 而至於颱風的時序 要再次提醒您 其實這個颱風是在 昨天的凌晨2點 暴風旋處陸之後 就原地打轉了9個小時之久 在今天的凌晨0點 它的中心才在南澳登陸 而在4個小時之後是出海了 而陸上警報大家 就很好奇了什麼時候會解除 預估今天晚上是會解除 但提醒大家 現在還是要特別注意 而接下來再關心的是風力的部分 其實風力也是蠻強的 提醒您 其實這風力 最長的時間點已經過了 昨天一度出現 14級的強震風 但提醒您 今天有些地方風還是很強 所以出門還是要特別注意 至於雨的部分 其實雨今天還是會持續下 來看看了 尤其是中南部 今天一整天 中南部的雨勢都是非常明顯 至於24小時的累積雨量 也要再次提醒您 剛剛一直提到了 中南部的累積雨量是比較多的 所以要提醒您 中南部累積雨量比較多 像嘉義奔起湖的部分 累積雨量已經超過了500毫米 所以不管如何 現在全台灣還是要警戒 預估要到晚上 這個水氣才會慢慢變少 以上這一節的氣象資訊